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投资 早点收到 或是想看到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一下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是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是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时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验试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奇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是Patreon 好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礼拜的每周大使分析 好 又一个礼拜了 又回到奇权大宋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1年10月24日星期日 开始之前也有讲连行的东西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条频道 麻烦你可以按下订阅这条频道 最好按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随时有特别节目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这条影片做得好的 麻烦点赞它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你 好了 长话短说 我们回到恒指 看看刚刚过了个礼拜 这本是周线图 上星期也说了 市场是要升的 为什么呢? 上星期是一条长期下跌通道 刚刚的临界点 如果不上升 再下跌下去 真的反弹完毕了 它就升了一个星期 升了一个星期 这个升幅也挺强的 稍后再详细说一下它怎么升 它的高位 其实也能碰到一条短期下跌通道的顶部 刚刚碰到 其实还差一点点 如果要算到足够 就差一点点 差20点左右 又回回来 就是还未破到这条短期下跌通道 下星期能不能破到呢? 首先 现在在这条长期下跌通道的上升 在顶部上 刚刚穿了一点点 如果下星期能够站稳在上面 又或者在上面开支大棍上去 也挺肯定 势会转好 不过 以吹势奴法则 仍然第四阶段 在周线里面 还未算特别好 还有很多隐忧 除非下星期 做支大棍又上升 又升了1000-2000点 不过下星期一样 下星期结算周 波幅通常都比较小 如果有1000点 都已经非常好的 另外在上面 就算周线来说 都有三个 有几个阻力 先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26172.23 这是这个星期的阻力位 如果站在上面 就看好一点点 就算看日线也好 这个星期 穿到262 其实不是很多日 高位是262多 26229 不是很多 所以 262 263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现在 暂时收市 收了在26126 周线里面 上面有个分界 26172 很接近 差50点而已 50也不够了 另外 再上面 还有一条 26702.19 下面有支持位 25549.56 这三条线 这个星期 要先看这三条线 如果上到最顶的那条 其实市场的向上动力 都挺好 不是太差 绝对是好的 但如果上不到 再回来 真的跌穿254 7.6 这个位置 就要小心点 要确认 升势已经完结 又回到下跌东道下面 另一方面 再看模式 跌2棍 升2棍 跌1棍 升3棍 跌2棍 升4棍 会不会已经升完呢? 2 3 4 会不会升完呢? 要再下跌呢? 要等星期一开了才知道 下星期 但结算周 波幅通常都比较小 所以 是否可以上去呢? 上面的阻力重重 就算我不看周线阻力 在周线的不规计头肩顶上 也有一条线 顶住了 这是265 4.45 比之前267 还要低一点 这是第一次量度跌幅的低位 现在要重拾上去 你一定要站稳在线上 其实曾经有几周 是触碰过 上不回 收不到在上面 触碰过 在9月6日 那星期 曾经触碰过 还有两周 下来之前 都触碰过 但这一转反弹 还未触碰到这条线 接下来能否做到这条线 暂时未知之数 看着走势 不过 你看看 第一条 粉红色线 顶住了 接下来 橙色线 蓝色线 橙色线 即是阻力 1 2 3 4 4个阻力 接下来是否容易上去呢? 下面支持也不差 支持也有1个在 再下来的话 会比较深一点 长期下跌通道 还有一个之前中间的通道 还有一个支持 所以未知前也有 阻力 阻力是重重的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下跌可能会方便些 稍后回来说说日线 和奇权仓位 有什么特别出现了 稍后见! 好 回到日线图了 日线图 我想先说这个礼拜的特别 这个礼拜是5个交易日 但出现了2个裂口 虽然裂口不是很大 也不算 因为第一个裂口只有区区 30多点 33点左右 在这个位置 星期二反一声做了一个上升裂口 星期三又再做一个上升裂口 这个会多一点 大约有100点左右 107点 星期四做了一个回补 大家补不完 就剩下40多点 所以裂口还未补完 星期五就出现了十字陀螺 十字陀螺 内困 又不高又不低那种 哥士连续三天 打横走 都是在区间里走 会不会是做一个整固 或是做一个顶 暂时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趋势图 这个礼拜好了 现在到了第六阶段 有没有机会由第六变第一呢 其实上到第六 上见第一的机会是很大的 但要看看力度平 有没有支持再上升 但是暂时说上面就是阻力重重 刚才也说过 有1,2,3,4,4个阻力在上面 是不是这么容易上去呢? 还有之前还有一个周线 所以未必这么容易上去 但是会不会见顶呢? 见顶我又不敢说 因为你来到第六阶段 很难是见顶的 你有机会再有力 再上升 所以要先留意 但是从仓位角度看 有点特别 上星期 星期初 开始见到有些 在25000建的仓 那些 我又不敢说完全淡 有些被动的淡仓 有些主动的淡仓 建在25000 你说由现在回到25000 你说多12000 少 绝对不少 多也不太多 那种 但结算前做不做得到呢? 还有4天 不是不可能的 真的有可能做回两件事 还有这周五 看到大户在减耗仓 因为淡仓没有减耗仓 但问题是好仓减耗仓 比例上是多很多 所以 会不会大家准备吃糊呢? 或者正在吃糊呢? 正在转身呢? 其实这个月来说 对得住大家 因为这个市场 由低位 236 下面 236 8 1 但上来 26000多 足足升了2500多点 接近2600 我在这个月的分享会 一早就说 这个月是大户做好仓底 是要升的 所以 我相信 有来分享会的朋友 都已经赢了钱在手了 你说 这个月尾市还帮不帮呢? 我会偏向 如果只是赢了钱 不如先观望一下 为什么呢? 究竟现在是想做顶 还是想做整顾呢? 嗯 有太多因素 因为趋势图向好 但是仓呢 就看到 咦! 有些 想结回去25000 就算不是 这个月结到 11月都有些仓子 25000 那会不会有些 强功之末呢? 所以 我就比较保守 暂时来说 我不建议做一些 比较长远 或中线的仓 短线一些 尤其是结算周 上上落落 就常常都有了 未来这两天 可能都会比较磨一点 因为要转仓 大家留意一下 暂时 说就说了 日线和周线 我们回来说一下 特别日子 稍后见! 好! 回到特别日子 这个星期 没有上个星期那么夸张 波幅 或者是比较反复 星期二行指强 期指只有星期四 结算日中 各指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 都是强的 上证星期三、星期五强 道指星期一强 星期五强 是弱的 S&P500 星期五是中的 纳指星期二、星期三都是强的 这个星期五强 如果要眨眼看 就没什么特别 夸张 强 比较多些 最合的就是星期三 但也不算多 比较淡静 可能是结算周 还有留意结算周 比较静一点 好 另外 吹刺图法则 恒指、各指、科指三个指数 都在第六阶段 这是牛市入口 上证 第二阶段 牛市结束 道指 S&P500 纳指 仍然强势 由低位又回到第一阶段 继续向上 虽然说有点不够力 星期五也有点回 但其实来说 仍然很强 所以第一阶段 我常说 尾鼓不要看少 寧愿 见低位闹 比见高位姑 虽然常常说 高处不升汗 还有 是不是会见顶呢? 我都深信 有见顶一天的 不过 可能不是这个月 也可能未必是下个月 因为要看美国 几时正式收水 现在来说 还在放水 为什么呢? 美国联储局 还在买企业债 即是放钱给企业 所以企业 还可以有这么多投资 还有这么多现金在手 但反过来 如果联储局有一天 不帮企业卖债 断了资金来源 结果会怎样呢? 市场上会突然间少了资金 是否还可以继续升呢? 我有所保留 大家要留意着联储局 何时转态 这很重要 因为不会永远不停在买债 因为始终 Bubble吹得很久了 何时爆呢? 是否想爆呢? 或是想慢慢洩气落呢? 这次洩气是否可以很安全地着陆呢? 其实都有很多考验 不要紧 如果做显身工具 升又可以做 跌又可以做 好 这个星期差不多 稍后讲讲星期 未来的29日 星期五 我们会有11月份的分享会 稍后做个介绍 稍后见 又回来了 这一节想讲讲 11月的分享会 先讲11月之前 先讲讲10月份 10月份的分享会是9月30日开的 因为9月的最后一日 刚刚是星期五 结算之后 当时的位置在24,000左右 已经讲了给当时参加的朋友们 但会做好仓的 转仓位是24,285 目标向上是250,85 之后 就放下了 去到2,3,8,7 大家都很害怕 会不会不上去呢 最终大户都由底抽上去 还要给目标升特 距离当日的目标 都升特成1000点 1200点都有 最高位 所以我说 数完大户的仓 大户 投了一票好仓 就算落完去 都要抽上去 所以 为何数仓这么重要呢? 有参加10月分享会的朋友 应该10月份 当时讲了剧本 应该不会怎么走的 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29日 11月分享会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大户做了什么 11月会怎样走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 10月29日 就举行11月的投资分享会 到时就会公开一下 大户究竟在做好仓或担仓 目标在哪里 等等所有东西 还有我们回顾一下 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打了两个封户是怎样的呢? 还有有些同学想问 上个月有问过 金是怎样炒? 又会分享一下 炒金的心得和方法 如何捉住市场的位置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 大叔 你这位置很准 也会讲一点 究竟这位置怎样找回来 有兴趣的 就尽快报名 因为时间不太多 位置更不多 只有三法名 Early Bird就应该结束了 你看到这段影片 是最后一天 如果你有兴趣 尽快报名 还有几个 我没有记错 应该只剩三四个Early Bird 因为Early Bird只有十个位置 不是很多 现在只剩三个左右 有兴趣的 尽快报名 如果报名 希望星期五见到大家 到时我会讲一讲 究竟11月会怎样走法 这星期差不多了 然后还会介绍一下 11月 10月尾 11月的课程 什么 这星期差不多了 希望下星期再见到大家 下星期见 拜拜 拜拜 好 又回到11月的课程 简介了 早前有人问我 大叔有什么课程可以上 今个月安排了 道士短炒方程式 这是什么呢 这是综合了 杜瓊斯指数创办人 以及 江恩一些理论 放进去 找一些短炒的阻力和支持位 以及 可以帮你去决定 究竟哪个位置入市 或者哪个位置离场 等等 以及在这两位 古人或抗世的投资者 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 他们入场前 都会定下止蚀 当中会教你 如何计算止蚀 如何令到每个交易 尽量减低损失 因为每个人 是可以肯定百分百 每个交易都赢钱的 就算是江恩 那么多一个人 他在74次交易里面 都曾经输了几次 如果没有 输了三次左右 有另外四次是止蚀的 所以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输费的时候 看错试的时候 但是止蚀就会帮到你 所以很重要 如果你要做一个长期投资者 这个必定要学习 课程就在10月尾开始 这个星期会有early bird 优惠 如果你们尽快报名 有兴趣的 还要说11月 11月的课程 就是趋势图法则 这是另一个 我本人最有用的技术指标 如果你问我 看位这么准 很多时候趋势图 其实趋势图不止是位置的问题 不是准的位置 我觉得到时的位置可能会准 趋势图是看到方向 方向完美 举个例子 其实广告也有写 在去年的12月 11月尾到12月尾 大约6个星期 市场就在1000点上落 其实都挺闷的 每天都只有200多点 很闷 市场上很多人说 哎呀,在做一个圆顶 很漂亮,很圆 做完这个圆顶就越落 唯独是我 就说 这个是整固 整固完之后 会爆升 升到你不相信 去到12月30日 真的开始起飞了 开车了 砰 打上去 直至升到今年的高位 31183 那你... 这个是趋势图 都给我听 市场还没见顶 不是在做圆顶 是存在一个力 做一个整固 接着要再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技术 而且 这个技术可以用在 任何有图表的产品 以及有成交心盘 所以不一定用在股票 不一定有期指 可以放在商品也可以 放在美股也可以 任何有图表的产品 都可以 有兴趣的同学 如果你一次报完这两个课程 还有特别优惠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在广告POWERPOINT 有一个咨询的QR Code 找我也可以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希望未来两个课程 见到大家 这两个课程 帮助你 改善你们的入场 和投资技术 希望10月11月都见到你们 下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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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